民间乡新民村是一个小巷道非常多的村落 视线视角非常多 导致新民村有一处土地公庙 遭到有心人士破坏公德乡 窃取金钱 甚至是窃取农作物 由于种种的不法行为 让附近居民感到相当困扰 因此县议员张婉慈接获此消息后 马上协同立委油耗服务处主任蔡正轩 以及民间乡公所等人前往现场会刊 因为近期都有很多的不孝的村民 会来这里有时候就是会偷公德乡 甚至于有时候我们村民种植的水果 或是蔬菜都会被人家偷走 所以我们来请婉慈议员来帮我们来整设摄影机 那这边看可不可以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环境 我们这个地方有些很奇怪的人 做很奇怪的事 所以说造成很大困扰 所以说请议员的话 张议员把我们处理 现议员张婉慈希望借由安装网路监视器 让地方上的小巷道视线死角变少 以保障民众的财产和安全 感谢我们的民间相公所特地来到这个现场 来加装这个监视器来布置这个安全网 那有民众在常说我们这个乡下地方小巷道其实也有相当多的死角 那也希望说可以藉由这个安全网的布置 然后可以把这个镜头呢来布置得更安全 那让我们的地方也更加安全 网路监视器能够照顾更偏远乡镇 偏远村落里面的一个角落 然后让我们的安全网更加健全 那也希望说是安全网的建制 能够让民间相跟警政啊 跟交通各单位能够做紧密的连结 新民村这边大概目前会装这外面的 那个出入口有三只 然后村落里面有四只四半 那我们会依照这样的这个机制 然后再去规划其他的路口的这个交通安全点的布置 张议员希望透过网路监视器 能够及时和警政各单位连结 让偏远乡村的居民不再提心吊胆 也能降低犯罪率 记者庄仪廷民间相采访报导